第277节 岭南最富有的人不是冯昂 也不是李安兰 是自己正在吃奶的儿子 想起来李安兰就骄傲啊 作为地主 不管是谁都必须给这孩子 给分子 如果呢 有稍微不愿意 那立马刘进宝就会带着人杀到门上去 前些天这皇家说 这裂奋不给了 刘进宝硬是问他们要陛下 或者是皇后娘娘的手谕 那实在不行 太子殿下的手令也行 拿不出来 那就乖乖给钱 刘进宝打刀子都插到自己大腿上了 从那以后啊 宝宝的前库就流水一样的进账啊 皇家没有拗过刘进宝 因为这家伙再出去抢别的国家 不带皇家 只有他知道 哪里才有一些 富庶的小国家 为了自己的收益 内府的大总管 不得不给宝宝 送上一份厚礼 远比分子钱要多呀 只是不再提分子的事 皇家 需要脸面的 小宝宝听得有动静 吐出乳头 朝着母亲嗷嗷啊啊的叫了一嗓子 又埋头吃奶的 李安岚满意的点点头 理直气壮的对何家大娘子说 宝宝同意了 你明天给我准备五千罐的钱粮 我有用处 原以为呢 又会被拒绝 没想到何家大娘子攻身说 小少爷同意了 当然没问题 老婆子今晚呢 就给您准备 不知道您想要金子 还是银子呀 咱们岭南铜钱太少了 五千罐铜钱 还拿不出来呀 李安岚惊恶的看着满脸堆笑的何婆子 再低头看看自己的宝贝儿子 早知道要钱这么轻松 他自己早干什么去了呢 儿子现在说的话 自己怎么理解都成啊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了什么事 冯志勇也在问这个问题 牛头金现世的消息 自己全力封锁过 为什么现在满大街的人 都在谈论牛头金呢 冯家想要独占矿卖 那就需要暗地里进行 现在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那还独占个屁呀 现在的岭南可不是冯家一家独大的时候啊 高门大户的人在岭南多得像狗 遍地都跑 恨不得连烧傲儿里也拿锄头刨一下 冯家惹得起一家 惹不起他们所有人呢 蒙寨的长老只说自己救了一位受伤快死的汉子 那汉子知恩图报 见寨子里没吃的了 就把金子给了蒙寨 现在他本人呢 就在寨子里养伤 想要知道金子到底在哪儿 需要问他本人 客人说了 等他伤势一有好转 就会立刻来到雍州 他准备啊把金矿的位置画成图卖给出得起钱的人 蒙家寨子的浩克是出了名的 这话呢 有一定的可信度 为了避免有人杰足先登 所有流窜在城里的游侠 浪子 世家 豪门 做了一个约定 那就是等待那个人的出现 谁也不许私自出手 否则 共击之 雍州城里看似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那些流浪的武士们也结成了联盟 对抗世家豪门 冯家就算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也对他们这些亡命徒无可奈何呀 在一座破败的关崖里 云叶坐在一间倒了半边墙的房子 请主人喝茶 不是主人不想请 而是他请不起 透过漏风的夹壁 云叶甚至都能听到妇女 莺莺的哭声 老刘啊 你他娘的也算是一个干例 兰州县令做的好好的 前些年还听说你要生一生 怎么他娘的生到岭南来了 还陆氏参军 这是个什么鸟官啊 连饭都吃不上 那算是个官员吗 眼前落魄的瘦子 就是那个在兰州吃的脑满肠肥的县令 程咬金夸赞过这家伙 说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才 将来这朝堂之上啊 说不定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云叶一直记着这句话 现在看到李福禄 云叶准备以后啊 再也不相信老成的话了 活脱脱的一张乌鸦嘴啊 夸谁谁倒霉 一想到自己被老成夸奖了无数回 后辈就冒冷汗了 自己的悲催日子 那都是老成夸出来的 我的侯爷呀 刘福禄一字一句的 吼出了这句话 哽咽着再也说不出来了 一个大老爷们儿 哭得像个月子里的娃 还一抽一抽的 不是委屈到了极点 不会有这样的表现的 好不容易等他哭完了 又没工夫说话了 吩咐护卫买回来的饭食 摆在掉了一条腿的案子上 刘福禄如同恶鬼出世 又如猛虎下山 吃得见不得人 吃了一段时间 老脸一红 端起案子上的食物进了后宅 不一会儿 抹着眼泪又出来了 云猴啊 但有所差遣 刘福禄 吾不用命 看到刘福禄这样子 云叶心里也不舒坦 到底还是老朋友 见他潦倒如此 不由的为他难过呀 犯了什么错 会被发配到 绝荒穷裕 把一个体重足足有200斤的胖子 变成古兽林寻的兽子 只有旺才有这个经历 老刘啊 你干了什么缺德事 会受到这样的惩罚呀 陛下是一代明君 不会无缘无故的将一个人处罚的如此厉害 你现在的情况 他娘的就比满门超斩好一点啊 我宁愿满门超斩呢 那也不愿意带着全家在这里受活罪 云侯 你信吗 我就贪污了200冠钱 就200冠呢 就这 还不是从百姓身上抠出来的 那是从胡商那里捞的呀 谁料想啊 在我就要升官的时候 事发了 然后 我就到了这里了 完全是依照大唐律法 没有加罪 也没有脱罪 就是按照冷冰冰的绿条 我有苦无处诉啊 以前最多不过是霸职回家就好 没想到到了我 那就是发配燕障之地为官 终生不得还乡啊 说完呢 又开始嚎啕大哭 一个浑身包着麻布的汉子 从牛车上被人掺了下来 抬到一个小酒楼的平榻上 用剪刀把脸上的麻布解开 露出一张惨不忍睹的面孔 横横竖竖的全是刀口 有细心的还发现 他的一只手少了两截为止 脚也少了半只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废人了 尽管很难看 酒楼里所有的人 却如同看到了绝世美女 每个人都想离这家伙近一些 好听清楚 金矿到底在哪里 我只想活下去 金子和我没关系了 成了现在的鬼样子 只求大家赏我一碗饭吃 让我多至于动恶而死 冯志勇掏出了一个银饼子 足有五两重 抛在平榻上 那个废人俯下身去感谢 一时间平榻就被飞过来的银钱铺满了 废人连忙摆手 够了够了 我一个废人 我一个废人 有一间屋子欺身 有些钱 够吃饭就好 大家伙傻了多了 对我不是好事 是催命的阎王 方志勇点点头说 不错 你还知道 适可而知 有你的这个表现 我就不问你 为何只有你活了下来 你这样聪明的人 能逃得一条命 一点都不稀奇 既然 钱才够了 那就说吧 我们都等着呢 如果你敢撒谎 我会让你死得惨不堪言 废人点点头 这是自然的 公子 我这段时间 就住在城里 准备买件小房子住下来 如果您发现我骗了大伙 随时来取我这条命 我这副样子 跑不远的 方志勇点点头又说 如果事情是真的 我们回来 对你还有赏赐 就算是 一种报答吧 说吧 说的详细一些 废人正要开口 却听得楼梯 咚咚的响起 全神甲胄的刘进宝 当先走了进来 抛出一块银饼子 放在平榻上 抱着胳膊 一言不发 准备听这个废人呢 到底讲些什么 你人家 占尽了岭南的便宜 如今连金矿 也要染纸吗 坐在门口的一个山阳湖老者 抬起头 阴沉沉的对着刘进宝说话 开发领南 本来就是我家侯爷的注意 云家多战些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你张家难道不服 有本事 自己去想个发财的法子 不要跟在我家侯爷的身后 简陋 刘进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 指名道性的开始发作 刘进宝 你不过是云家的一个护院头子 等我向公主求亲成功之后 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奴才 刘进宝 看看冯志勇身后的年轻人 黑黑笑着说 你弄错了 俺是小少爷的仆人 不是公主的仆人 你就是走了狗屎运 娶了公主 也管不到老子头上 你向公主献殷勤的事 轮不到我这个做吓人的多嘴 我家侯爷不日就到岭南 你有胆子 就和我家侯爷去说 你要娶公主的事 到时候不用你来找俺 侯爷也一定会去找你 赶紧洗洗脖子等死吧 方志勇神色大变 连声问道 云野要来岭南 刘进宝 黑黑一笑不理他 却不停的催促废人 该拿的都拿了 赶紧说 金矿在哪 俺的马车都准备好了 废人凄厉的大笑起来 指着所有人说 我建议啊 没带脑子的 没胆子的 先退出吧 不是不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知道了 只会让你们白白把命送掉 别金子没见着 命先没了 没人离开 一个都没有 这个世上聪明人太多了 总觉得别人都是傻子 别人落到凄惨的田地 都是愚蠢导致的 换了自己 一定不会 我们一行 十四人 准备去深山里寻找一种良药 给长安城里的贵人服用 拳头大的人面蜘蛛 你们见过吗 被咬了一口 我兄弟立刻就全身发黑 浮肿而死 一尺长的红色蜈蚣 你们见过吗 那东西咬到了我的脚 我穿着皮靴上 要不是我大哥 一刀砍下我的半个脚掌 我早就死了 沿着河水往下走 树枝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马皇啊 闻到人肉味 一个个伸长了身体 等着吸你的血呀 还没到地方 十四个人 你们叔叔就剩下多少人了 说的没错呀 就剩下八个了 其他六个人都死了 最后 我们在那里看到了 天崩地陷呢 一屋子的人 喘气声都清晰入耳 没想到有金矿的地方 居然如此险恶呀 丛林深处什么事情都能够发生 所以呢 一些胆小的打起了退堂鼓 哈哈哈哈哈哈 刘进宝纵声大笑起来 没胆子的 全他娘的给我滚 富贵显中求 祖宗早就说过这句话 如果你们都退出来 俺云家自己去找金子 到时候不要眼红就好 知道了地方呢 已经没有必要再停留了 刘进宝转身就出了酒楼 废人趴在平榻上喘气 说了一大通的话 似乎是非常的疲惫 冯志勇脸上阴晴不定 他身后的少年跳出来 六哥我们还等什么呢 我冯家世代三英 难道会害怕这小小的林子 我们只需多带些人马前去 一定会无碍的 不就是一点毒虫野兽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蛟龙爹爹也杀过几头 遇到无测 小弟正好试试自己的横刀 跳出来说话的是 他第十八个弟弟冯志慧 与他一母同胞 所以呢 格外的亲厚 自从见到李安兰就惊为天人 一心想要获得公主芳心 把父亲的教导 三哥志代的嘱咐 抛到了脑后 在岭南 如果不是公主的身份敏感 手下又有大批的护卫 冯志慧早就动手抢回去了 以冯家的地位 抢一两个女人呢 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事 智慧 你惹的麻烦还小吗 云野不日就要到了岭南 如果一怒之下和冯家交恶 你就平白的为冯家树了大敌 爹爹对云野都是小心提防 我们要更加的小心 此人为了公主 费尽心力 想出了让我们全部熏贵豪门 在岭南发财的绝户计 把一个好端端的岭南 变成了现在这一副鱼龙混杂的局面 哪里可以小叙啊 你小心了 爹爹说过 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 什么都要自己担 我担心云野不会放过你 冯志勇在冯志慧的耳边说道 少年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气 他没见过云野 只听说是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 哪里可以服气啊 对哥哥的态度是极为不满 不帮自己娶公主也就罢了 还鼓动其他兄弟一起去追求公主 甚至是招来一些土王 一状声势 让自己在兄弟们中间成为笑柄 现在又阻止自己寻找金矿 不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思呀 难道说六哥也对公主起了心思 想到这里呢 喊了一声 小豪 出来 一个眼珠子第六转的少年呢 就从人堆里钻了出来 不说话 就站在冯志慧身边等候吩咐 把我们的兄弟都召集起来 六哥不去找金子 我们自己去 放了财 人人有份 小猴笑嘻嘻的又从人群里钻了出去 冯志勇都来不及阻止 冯志慧对哥哥说 六哥 你就坐镇雍城 小弟带着人马去找金子 找到了金矿 就是云叶回来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时候我冯家的声望 就会把这个小小的侯爷 淹死在岭南 这里不是他可以大展拳脚的长安城 说完呢 他也走了 对冯志勇的劝阻就当是没听见 其他大家族都在观望 金子谁都喜欢 但是要有命来享受 没命 那什么都是空的 云叶和刘福禄就坐在隔壁 那里的动静呢 是听得清清楚楚 刘福禄两天时间就恢复了往日做官时的雍容 摇着菩萨小声的对云叶说 侯爷 您的计划似乎没有让这些人疯狂起来呀 如果我是管事 也不会允许把自家的精锐送到林子里冒险 退一步说话 刘进宝也准备去 下官不知道这是您的安排 还是出自他的本心呢 今日的所有安排就会到此为止 知道有金子就会好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慢慢来 他们会到林子里去的 至少他们已经知道丛林里也有宝贝 现在他们一定都在看远山的丛林 衡量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当欲望淹没理智的时候会去的 以前他们不是也畏惧大海吗 如今不也坐着山板就敢下海 去和其他的小国家抢劫 大唐需要这股上午精神延续下去 无惧于大海 无惧于草原 无惧于丛林沙漠 当世界上最残酷的环境里都是出现大唐人的脚印时 大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强大 刘进宝的行为是我受益的 我只是想看看公主殿下会不会阻拦他 有没有被金子冲昏了头脑 是不是除了财富就再也融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云叶抿了一口茶水 这些天他都离不了这东西 谁能想到一位侯爷在山洞吃完鱼之后 最想念的就是一壶热茶呢 侯爷 叔下官斗胆 下官总觉得您的目的 不在于培养大唐子民的上午精神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目的 比如弄死几个人 刘福禄最早认识云叶的时候呢 这位侯爷算不得什么好人 难道说这几年修身养性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小心眼 他不这么认为 老刘啊 世界上的任何目的的出发点都是必须是正确的 高贵的 我是一位贵族 自然要秉承这一原则 在大的目标下 有一点小小的牺牲 那是必要的 也是必须的 否则我们怎么警示后人丛林的严酷性啊 只不过我能控制到底由谁来牺牲 在这些讨厌的人群里挑几个不顺眼的 也是人之常情 神灵都不会怪罪 侯爷所言自自足迹 下官佩服 如果当初有人给下官说这些话 下官一定早就平步清云 哪里会为了两百万钱弄得全家差点被饿死啊